澳門博彩股 看到澳門博彩股 由上星期尾開始 已經有一點點抑動 成交都開始增加 如果你看到增長的數字 比10月增長的數字 我都參考作用不大 因為始終現在說的數字 都是一個很低的數額 一方面通關的問題 因為通關 澳門經濟和消費氣氛有幫助 對澳門博彩收入是否有很大的幫助 暫時我覺得未必 因為就算通關也好 它不會一下子無限地給個顧客 所以都是逐步性質 第二是政策 因為之前說過 給四個半月的時間來做一個資訊 看看到底賭牌怎樣去處理 但到目前為止 你看到最新的進展是怎樣 就是看昨天的施政報告 就說可能會等到明年六月 即是說又將時間 退多了一些 變成報告裡面 究竟具體是怎樣 現在不知道 反而是給多幾個月 還有半年的時間 所以我想都可以令到這些股份 是有點舒緩的 不過你看到澳門特首的說 通不通關 其實它是被動的 它沒有主動權 最重要就是看內地和香港 所以我想澳門博彩股這一陣子 升賣 究竟是否真的可以持續到呢 我覺得應該要有些調整 目前澳門博彩股都不是一口氣升 但是整體整個環境是好了 所以如果你有貨 我就覺得可以繼續拿著 看看會不會真的有 進步通關消息 那就會好些 第二就是如果你真的沒有貨的話 我想都等它調整 即是說這一陣子 反映那麼多 例如你好消息之後 調整那一刻才再部署 就希望拿來做一個中線一點 我就覺得可以給一點耐性去保持 反正你慢慢買 我想都不算捱得久 如果你真的上一陣子 只要剛剛這一陣子 下回來那一下買的話 其實都是說三兩個月而已 但是我覺得 既然最艱難的時間都過了 現在就希望逐步看看 會不會有些好消息 除非你說到時候公佈的 續牌消息是不利的 那我就說了 但是你拿著的銀魚 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 相對在政策風險裡面 是比較小的 所以我覺得可以先拿著 第一你看看會不會 我自己覺得有機會 回到這個買入價 但是未必是一閘子一次過 就上回去 第二就是你還是要拼著 說它將來澳門的經濟活動 各方面慢慢回復 所以可以給一點耐性去拿著 一邊之後 就是那個人 還會不會接受 一定會不會接受 如果每個人都可以接受 還會接受 先看看 你看看